蔡英文昨天在这个国庆演说里面 也有提到了这一段 他讲到能源的问题 他特别提到 在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之下 现在阳光越强 气候越炎热 就越不用担心 午后缺电 但清大教授叶宗光直接打脸说 他根本在为民众吃安慰剂 在这部分其实我要搭配服用一起 这个赖清德在10月4号讲的 赖清德也说不缺电 只有浪费电 因为赖清德给的理由是 有30%的电都被浪费掉了 我不知道他这个蔡赖两个人 是活在自己的多重宇宙里头 因为就在前两天 10月9号的时候 嘉义严惩亥的当地5天停电 4万多户的民生用电 搞老半天好不容易恢复了 事实上动不动停电 跳电的新闻实在是太多了 可是回过头来 蔡英文说阳光越强越不怕缺电 因为我们有绿电 而且他也提到了 这个绿电其实已经超越了核电的部分 那当然绿电我知道大概8%左右吧 你说绿电现在大过核电 因为核电就一直除疫 所以说过来讲过去 这通通都只是话术而已 波基 其实老实说我昨天看到他这个报导 那个演说的那个内容里面 去讲说天气越热 这个电越多 什么到了傍晚都不用害怕 那是现在 那是因为现在还有核电做基底 可是他说去年 去年推动能源转型 去年终于让绿电的总发电量 首度超越核电 对 就是说因为太阳能 你到处射光电板 对 那核电你一个一个厂的 让它停移 确实这个停机下来 确实这个绿电是会超越核电 这个不意外 但是我说现在还有核电在运转 这是现阶段 为什么还没有到缺电程度的原因 今年夏天老实说有惊无险 那关键是今年夏天的最重要的关键是 制造业的衰退 对 是因为制造业花的电没有那么多 反而让我们这个度过了一个不缺电的年 可是明年不要忘记了 明年核三厂其中一座这个机组 明年要停了 后年会再一组 所以2025年完成非核家园目标的时候 我们的光电有办法撑上去吗 而且最关键的是 我觉得没有把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比如说最近有几个蛮好笑的事情 比如说他们说什么小犬台风过了之后 我们的这个风电 马上在隔天就什么发电 大量的这个风电就发出来了 好第一个 这跟季节有关 因为东北季风开始吹了 我们的风电的旺季来了 可是呢 跟台风也没有关系 因为台风期间 这些风机是会停机的 是会停下 而且不让它散叶转动 因为如果转动的话 可能会导致它这个风机故障 那你风电的部分 现在正是好的时间点 所以它会发电相对的来讲 是比较有效率的 如果是七月份的台风过 你试看看 七月份的台风过了 一片海上一片宁静 也没有什么发电 那时候七八月份 基本上就是靠光电而已 那可是光电又有一个问题 没办法除电 就是我们现在的除电设备 还没有办法成熟 所以你每次都会到了傍晚的时候 那个突然我们中午 比如说光电占了比数 占到全日发电可以占到百分之二十 结果到了傍晚突然变零 对 然后呢 这个时间点如果发生 现在反而很容易跳电 都是在傍晚的时刻 大家会发现 因为就是这个在电力的调度上面 会这个对台电的人员就是一个挑战 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务实一点 那你我觉得对蔡总统来讲 他就是觉得 我就算我好问 不然你怎么办 今年让我度过了 明年国庆是赖清德奖 我今年能安全一下装 对啊 明年暑假能不能安全 是明年赖清德的事啊 不关我的事啊 所以他只要他只要说 我们这是你看 还特别强调不能走回头路 不能走回头路 所以光电风电会做的更多更大 大家都要有心理准备 所以我是觉得 他们还是没有把这一次 整个能源议题的结构性问题 把它说出来 还是一个比较大内宣示的内容 那我是觉得比较可惜的是说 你看像 其实赖清德一度是讲说 如果紧急运转需要核电的时候 不排除重启 曾经有抛出这个 有 可是很抱歉 昨天蔡英文的这个说法 不能走回头路 也就是断了这个可能性 也就是民进党如果继续执政 接下来我们就等着看他哪一天跳票 我说的跳票是指不用核电 2025的非核家园这个证件 如果赖清德真的当选了 他必须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处理能源 然后呢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了 因为全球的景气目前都是评估 今年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 基本上要开始复苏了 复苏是什么意思 用电就开始激增了 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工业区 我们要这个 也许到时候可能要感谢 是不是ECFA停下来 让我们的传统产业减少的费用电 还是怎么样吗 不知道 可是ECFA没有那么快停 这个贸易壁垒掉 就算最后说 你我们违反了 最后可能要做一个 所谓的ECFA的反制 也要半年以后 就是实际生肖也要半年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现阶段 我觉得都不要太碰红 对 今年我觉得蔡总统算他运气好 他度过了一个平安的用电年 那不代表明年我们的用电 就可以很乐观 那更何况现在越来越多的 我们发现光电 有很多的问题带解决 那这些问题 如果没有办法解决的 没有办法克服的话 未来民众在这种处理 大规模的光电的电厂 他要去设置的时候 会碰到可能会有居民的抗议 或什么的 都会碰到一些障碍 所以我觉得还是务实一点 我们不用特别去说 反对绿能 绿能大家都希望 可是我们该务实的面对 我们的能源 如果有缺口的时候 可不会有更好的方案 对 那现在你看像今天 这个战斗栏的政见 有 基本上就是柯文哲跟侯友宜的 合体 对 合并 就是说合一二三嘛 那柯文哲是说合二合三 重启 然后呢 合四再评估 那这个侯友宜是多一个合一的 那当然这个我觉得都是 最后是要看实际能不能运转的状况来决定 可是重点就是我们这个核能的可能性 目前只有民进党排除 这个是明年我们一定要在选举的时候 在投票 在选票上面要去反应的 就是如果你觉得能源 我们现在的能源真的是好的 那你去支持民进党没有问题 如果你对这个有一点担忧或什么话 你可能要提醒民进党 这个核能的可能性到底有没有可能存在 这个是要用选票去提醒的 好战斗栏的政见 蓝白核在能源政策这一块 我们就来看看 今天让战斗栏抛出了哪些政见 核一二三场研议核四评估重启核能发电 配比战25% 另外推动内阁制 还有恢复特征组 半高端啊快筛鸡蛋黄树光 郭喜废除NCC 还有52台环中天 那么以及第四项证件修法 重判诈欺犯死刑犯 除了少数有疑虑的 三个月内全部执行完毕 还有第一阶职业军人加薪 兵役回复四个月 现在因为现在延长一年了嘛 还有两岸对等互设联络办事处 以及大学生免学费 全面检讨课纲费双语政策 这样的证件这个兵哥怎么看 算大块人心吗 这些证件里头有一些 我当然支持 那有一些我觉得有讨论的空间 可是第一个经费怎么来 他们并没有讲 第二个更重要的是 这真的是战斗篮全部的人 大家一致通过的东西吗 因为据我所知好像不是 也就是这好像只是 赵岛康大哥一个人的 提出来的主张 因为在他提出来这个主张之前 请问一下韩国一致到这件事 然后在场的这些战斗篮的成员 都一致通过这个决定吗 如果没有的话 请问一下现在战斗篮提出这个东西 这个算是侯友宜的政见呢 还是国民党的主张呢 还是只是战斗篮的个人见解 还是只是赵岛康先生一个人的想法 我觉得他今天提出来这个东西 是非常奇怪老实讲 我从头到尾觉得莫名其妙 因为我本来我本来以为 今天这个场子是 帮这些立委参选人造势 顺便拉抬一下 侯友宜的声势 因为韩国瑜也合体了嘛 所以就是把声势搞大一点 然后为侯友宜的民调 整个声势拉抬一下 结果怎么后来变成这样 我实在搞不懂这到底在干嘛 因为其实今天早上 我刚好去代班 所以他们在举行记者会的时候 我刚好在楼下 我就看他们一个一个走进来 走进来的时候 很多人脸上是一脸茫然 就是好像他也不太清楚 自己到底在干嘛 然后就大家一起合照拍拍照片 那我觉得这个安排本身 我是觉得很诡异啊 就是战斗篮可不可以提出他的主张 可以当然可以啊 但是既然你要找人来跟你合体的话 至少跟你合体的人 他应该要知道这件事吧 他也应该要知道你的主张是什么 而且他也能够认同嘛 因为大家仔细去看哦 他里头有一些主张 侯友宜好像不是这样主张的哦 所以那请问一下 这到底算谁了 那侯友宜要因为这样改变 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吗 还是他只是来插花 不好意思我路过拍个照而已 不关我的事 所以这个真的搞得非常奇怪 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会安排成这个样子啊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恐怕是 国民党自己内部要讨论 战斗篮提出这个政见 国民党是要照单全收呢 还是有些收有些不收 你们是不是要去讨论一下 这到底发生什么样一个状况 然后我今天也觉得很奇怪 既然要这么盛大了 就是侯友宜 韩国瑜全部都找来 那朱立伦为什么不来 听说朱立伦是没有受到邀请 朱立伦听说前两天有问过这件事 然后他好像没有受到邀请 那请问一下这是 什么意思是 这个是表示这些人走的是 跟朱立伦不同的路吗 可是又不太可能啊 因为这后面很多一大堆 都是党提名的立伟三选人 那请问一下国民党到底在玩什么 在现在这个节骨眼还在玩这种东西 是嫌大家分裂的不够厉害就是 还在搞这个吗 所以我不知道 我本来期待的战斗篮的 这样的一个记者会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但今天出来这个东西 我不能说我失望 我只能说我觉得很奇怪 我完全搞不清楚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赵浩康先生只是一个国民党党员 他没有任何党职 他今天也没有要参选 那他提出证件 请问一下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真的是搞不懂 这到底在干嘛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汉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益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